复理香农会积极推动食农教育和农民结合 二期做事后在稻草艺术纪园区的农田 播撒白玉萝卜 如今随着春耕到来 特别举办了复理香第一届 萝卜酸菜节 邀请到大人小孩一起夏天拔萝卜来分享成果 也第一届在不在 在 复理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 乡长江东辰 先议员詹金富 向代表会主席叶嘉宏等长官贵宾 带头开拔 复理香第一届萝卜酸菜节 就从拔萝卜开始热闹展开 只见大人小孩通通一股脑的就往田里拔 小小朋友拔着小小萝卜满载而归 而大朋友眼鸣手快 满手近似大的白玉萝卜十分有成就感 你看啊你每次拔的都是大颗的 我都露出来的 复理香农会积极推动 食农教育 特别在稻草艺术纪元区旁的农田 薄撒白玉萝卜 也邀请大人小孩夏田拔萝卜 分享农作丰收 另外也借着农产饮食文化的体验与品尝 教育推广在地的农产业 所以我们希望说借我们的这个复理的酸菜萝卜节 能够跟所有的好朋友全国的好朋友来分享说 我们的这个吃在地食当性 还有就是我们的萝卜跟酸菜介绍给这些好朋友知道我们是怎么食用的 然后他们的目的性是什么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传承 我们客家饮食文化跟他们勤俭和这些传承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就是呈现给大家 也推广给大家 也谢谢大家 每年的这个季节一定要来福利体验我们的复理的酸菜萝卜节 与会的长官贵宾也共襄盛举 体验拔萝卜的乐趣了解传统农产加工的农产文化智慧 也纷纷肯定农会推动食农教育的用心与努力 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啊 大家能够新的一代最幼苗的一代来够参与我们这个农村的一个体验 农村的一个各种蔬菜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希望这个拔萝卜这个盛事可以延续下去 这个也是属于说我们乡下的交流 希望每一年都能够举办酸菜萝卜节 那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大小朋友 尤其我们小朋友来参加 为了不耽误农民春耕插秧的时辰 农会也赶在今天办理副里乡第一届萝卜酸菜节 吸引了许多游客民众亲自党参加相当热闹 中官社张树华也感谢各界的支持与协助 借此推广副里乡优质的农特产 同时也让更多人实际感受在地正港的客家传统农产饮食文化 记者是玉兰副里乡采访报道